各位朋友,大家好 人民网台节目《哲理中环》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是开新的专辑 是由我刘桂彪担任做主持 我们这个专辑是会讲 唐君丽先生的宗教哲学 这里我简单讲一讲 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题目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就是这里所谓的宗教哲学 这里我会偏向于新瑜伽对于宗教的了解 对于新瑜伽主要包括譬如唐君丽先生 茅东三先生或者他们的老师 彭十力先生或者是和唐先生、茅先生 是同时的其他的新瑜伽 譬如徐福冠先生或者是张冠曼先生等等 大致他们对于宗教的了解 都是从安身立命这个角度去了解 所以这种对于宗教的了解 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了解 其实是一致的 所以唐君丽先生说过 所谓的宗教是和哲学是有双跡的关系 所以唐先生说中国主流的思想 比如瑜伽、道家、佛家 是即哲学、即宗教 我这个节目讲的宗教是会用这种意思 是着重讲价值的那种终极的探究 或者是传统所谓安身立命之道 这个讲法其实和当代神学家 Paul Tilley的讲法其实是相一致的 因为Paul Tilley是从ultimate concern 终极关怀去了解宗教的 这个讲法当然有些细节上 可能跟新瑜伽的讲法也有些不同 但是大方向可以说基本一致 我们这个节目是用这种意思的宗教 所以这种意思的宗教 我们着重的不是一般的了解 因为就我所知一般讲宗教 是会比较着重从信仰去讲的 而我自己了解信仰 主要是指一些我们理性不能够肯定 但不能够否定的一些范围 例如这个世界有没有神 神究竟是一即是多等等 这个就是所谓信仰 很多人就会将宗教等于信仰 但是这种了解当然不能说错 都是对于宗教的一个常有了解 不过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看 这种了解就未必能够带出理性 即是那个重要性 但是我们讲哲学是着重理性 而理性最重要呢 如果在人生的问题上高 当然是价值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对于宗教了解 我们不用信仰这个角度 我们是着重刚才讲的 安身立命或者是终极关怀这些 所以我们讲的宗教 其实可以有一部分宗教 是比较着重讲理性方面 好像刚才我讲的 儒家、道家、佛教这些 但是也都是 虽然都是讲安身立命 或者宗教的关怀 就会比较多讲信仰方面的 比如说基督教、印度教 或者是伊斯兰教等等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 各类的宗教都会讨论到的 这个就是宗教方面 就是我自己的了解 另外就是讲唐君毅先生 这个我想 特别是经常听开 我们人民学会 网台节目也好 或者平时我们的讲座 甚至听过的过程也好 应该对于唐君毅先生 是很熟悉的 唐先生 其实是跟毛先生 毛中山先生齐名 都是当代新儒家 是最重要的 其中两位代表人物之一 唐先生的著述 主要有以下这八部 我认为比较重要 这八部分别是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1953年出版 第二部 《人民精神之重建》 这是1955年出版 第三部 《中国人民精神之发展》 这是1958年出版 第四部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 这是1958年出版 也是1958年 第五部 《中国哲学言论》 这是1956年至1975年 即是横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第七部 《中华人民与当今世界》 这是1975年出版 最后第八部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这是1977年出版 这个也可以说是 《唐先生最后的遗传》 《唐先生最后的遗传》 也是 这麽多部来说 最重要的一部 一日将唐先生 对于《智学》的反省 很集中在最后一部 去表述 这个也可以说是建立了 他自己的个人的作体系 OK 我们就概述过 唐先生的主要智术 我们这个节目 应该说是这个专辑 就是讲唐君艺山的《宗教哲学》 其实我们会讲其中五部 其实严格来说 唐先生是没有独立一本智术 是讲《宗教哲学》的 其实严格来说是没有的 就是没有一本《宝战术》 他命名做《宗教哲学》 而整本书 都是讨论《宗教哲学》的问题 这个是没有的 但因为唐先生 就是用我们刚才 对于《宗教》的理解 讲《安真立明》 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 也是中国主流思想 《余色道三家》 很着重的 所以唐先生 在他的《宗教哲学》里面 是经常会讨论到 相关的一些宗教的问题 所以 刚才说八部里面 是有五部 是讲得比较多 关于宗教哲学方面 所以我们所谓 唐先生的宗教哲学 其实主要就其中五部智术 这五部智术 这五部智术 即是讲宗教问题比较多 我们抽出来 我们选讲相关的部分 是作为唐先生的宗教哲学 我们所谓唐先生的宗教哲学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不是说 他其中的一部两部尊重 而是五部智术里面 相关于宗教哲学的那些讨论 我们都会展开讨论 这个就是唐先生的宗教哲学 好了 这一集 第一集 我们会概述一下唐先生的哲学体系 还有他对于世界主要的四种宗教 分别就是 瑜伽 或者我们叫做瑜伽 道家 或者叫做道教 佛家 或者也可以叫做佛教 和基督教 或者可以简称耶教 这四教的看法 我们都会在第一集 概述这部份 也讨论 我们之后 每一集 就会 还晓着五部 就是比较多讨论宗教哲学的智术 去展开讨论 那五部 或者说一次 第一部就是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第二部就是 中国人民精神之发展 第三部就是 文化意识 与道德理性 第四部就是 中华人民与当今世界 最后就是 第五部就是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我们今集 概述唐先生的哲学体系 和他对于世界四大宗教的一个初步看法 主要就是用他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本书 因为刚才我们概述的时候都讲过 唐先生这本是他 可以说是圍著最后者的一本著述 所以是有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还有对他最关心的宗教问题 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看法 特别是对于余式道耶 这四教 那个是比较和会通 所以今集主要就是 用比较深入展触的方式 概述一下这本书里面 它的作体系 和它对于四教的比较和会通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要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要内容 我们是概述过我们这个节目 以及今集我们会讲的内容 我们正式开始 是讲唐先生的作体系 唐先生的作体系 可以叫做所谓心灵九景说 这个心灵九景说 可以说是一种心本体论 也就是说 宇宙万物最终的根源 就是在一个所谓宇宙本体上高 而这个宇宙本体 根据唐先生理解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本心 这种观点是很特别的 就是讲宇宙本体 不是讲一个超越的形異上的 就是一个实体 而是着重人的那个本心 这种是比较中国式的说法 因为中国 儒家、道家、佛教 都是强调是讲人的那个心 或者都可以叫做本心 但是这个心 就不只是一个内在意 就是限于讲人 还有超越意 是讲到天道 或者中国之后都叫做道体 所以这种观点 我们可以叫做心本体论 这个心本体论 如果推广开去 其实不单止 如释道三家 或者三教 或者我们以下 就是讲教 因为我们着重讲宗教意思 因为一般家 是不讲智学的 那我们以下 就是用教这个字 因为我们着重是讲宗教意思 除了三教之外 唐山有一个意思 认为是可以推广开去 是讲其他宗教 比如他关心的 另一个世界大的宗教 基督教 唐山认为 其实都可以从本心的角度去讨论 这个他用语叫做神心 即是他认为 就算讲神 或者讲上帝也好 其实某个以下 都是离不开本心的 当然这些是比较特别的看法 未必是基督教 即是他教内 是同意的看法 但是唐先生认为 即是推广中国三教 讲的本心 其实可以融洩 是基督教 这个是从心去讲 基督教那种 叫做神心 OK 好了 我们继续讲 就是所谓心灵究竟说 就是那个是本心 那个是不同的层阶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跟传统 就是余式道三家 很不同的 就是余式道三家 讲的本心呢 比较着重呢 是内在意 虽然我刚才说过呢 都是一个超越意 但是比较着重 一种内在意 那还有呢 就是讲内在意 也好呢 是比较着重呢 就是从人的那种精神 价值的层面去讨论的 但是唐山讲的本心呢 就是那个呢 就是那个是 范围呢 可以说是 宽很多了 因为它是用来包装所有 宇宙万物 以及呢 是宇宙万物的 各种的层面 所以可以说是 包罗万有 心呢 提升到呢 是包罗 宇宙万物 那唐山呢 就是进一步讲呢 心的那个呢 是 价值层面呢 是有三大方向的 那唐先生呢 叫做 心灵三意向 或者叫三志向 那这个呢 就明显是借用佛教的意思的 因为呢 是就着呢 三方面 就是你可以说是 就是能和所三方面 就能方面呢 用佛教用语呢 叫做三观 或者可以叫做能观 就是中观 樊观 和顺观 另外呢 就着 就是所那方面讲 那就是说 可以叫做所观 或者叫做三景 就先讲三观 那接着就是三景 三景呢 分别就是 体相和用 那些都是佛教的用语的 那唐山认为呢 就是三观和三景呢 其实呢 可以看成呢 是本心的主要 发展的 三个大方向 或者大的志向 那另外呢 唐山呢 他是配合 黑格尔 讲辩证法呢 去讲三观 或者是三景的 那辩证法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指一种超越 逻辑 啊 思想的方法 那最重要呢 就是所谓三题论 就是正题 反题 和合题 或者我们简称做 正反合 一般逻辑呢 就是说正反二分 那但是呢 辩证法呢 是强调呢 其实呢 是正反之外 或者之上呢 还有所谓 合的部分 那唐山呢 就利用了呢 黑格尔的正反合呢 去对应着 例如刚才说 三观 和三景的 因为呢 唐山认为呢 说中观 樊观 和信观 和说看 相 和容 亦都可以用正反 和合去了解 因为三者呢 是有相互相食 是不断发展的 这些意思 所以呢 唐山呢 将佛教的 三观 三景 和黑格尔的正反合呢 是联系一起的 根据这种看法呢 唐先生呢 就是将 就是宇宙万有呢 是分造 心灵的 九个 就是 境界 那这个所谓 心灵狗境 所谓心灵狗境 心灵狗境呢 最重要 最基本的 就是三种境界的区分 那这三种境界呢 分别就是 客观景 主观景 和呢 是超主客观景 或者呢 也可以呢 就着价值层面的高下说呢 客观景呢 也都可以叫做 下三景 主观景 也都叫做 中三景 超主客观景呢 也都叫做 上三景 因为从价值层面说呢 超主客观景 是高过主观景 和客观景的 那简单说了 客观景呢 就是一般我们说的 经验对象 主观景呢 就是了解 把握 或者认知 经验对象的 那种的 就是主体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人的意思 而呢 综合客观景 和主观景呢 这个就是 超主客观景 也就是呢 我们说到超越的实体 或者本体呢 就是包含 港物 或者客观景 和人 或者主观景 而呢 每一景呢 再分三景 所以刚才叫做 下三景 中三景 上三景 那这个呢 都是依照 刚才说的 三观三景 和正反合的展开 客观景 主观景 超主客观景呢 其实都是这个思路的 因为某个日子呢 如果客观景是正的时候 主观景就是反 超主客观景就是合 而每一景呢 其实是再分三景的 这个区分呢 其实大家可以设想到呢 应该是无穷无尽的 因为任何一景呢 再可以三分 所以呢 每一景其实分到 无穷无尽 这么多景的 但是唐先生呢 他是分到第二层 暂止了 因为呢 他认为大的 那个是境界的区分呢 都足够的 所以他呢 就分到九景而已 那就是说 客观景呢 再分三景 主观景又再分三景 以及超主客观景 又是分三景 那客观景分的三景呢 就是 万物散住景 伊律化成景 以及功能聚运景 主观景呢 就是再分到 感觉护摄景 观照灵空景 以及道德实践景 最后就是 超主客观景呢 是分到 归向一神景 可发现空景 以及天德流云景 因为呢 就是我们第一集呢 是概述 那我们呢 就不会呢 是花时间呢 逐种景去讨论 那我们呢 就是说出 心灵九景 是差别义 本心上是统一的 那这个就是圆融地说 啊 或者用回传统中的说法呢 就是 心灵的觉景呢 在实践上 是相继不离 这个意思 那这个就叫做 圆融二 那跟着呢 就是分别二 分别二的意思呢 就是说 虽然 最终呢 就是 所有的境界 是统一于一心 那但是始终呢 由一心 在各个向道 或者 刚才说的 志向等等 可以演化 做不同的境界 那就着 这些境界 不同的地方呢 就可以叫做 分别二 这个宇宙万有呢 始终 可以分造 很不同的一些方面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叫做 分别二 那这种 两种意思呢 其实就好像 传统中的作体法呢 是两种意思呢 是都有的 是不冲突的 就是呢 我们说 就是 事物虽然有不同 但是实践上呢 都是相继不离 那譬如我们呢 就是说一些 日常生活的体验 那譬如我们呢 可以说呢 就是我们现实上呢 虽然呢 我们做很多很多不同的行为 或者活动 那这些活动 当然也涉及到 很多不同的对象 那但是呢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对象呢 最后离不开我们的本心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 就是分别二 和原容二的统一 那这个就是 唐先生呢 就是说两种 咸义呢 他的意思 那或者呢 就是两二呢 或者再说回 就是梁先生側重的 另一些意思 比如先说原容二 原容二呢 其实唐先生呢 想着重的就是 就是无论我们呢 是实践境界的高 和低都好 两者其实是不能够区分的 比如说 当我们讲到一些 很崇高的价值 比如说 现在讲仁义啊 或者教讲爱啊 或者教讲慈悲 那些 那当然这些是很高的境界 但是这么高的境界的价值呢 都离不开我们的 我们的拘体啊 因为做这些 仁义 或者仁爱 或者慈悲的行为呢 都是离不开我们的拘体的 那就这要讲呢 就是所谓 原容二 就是两者是不能分离的 就是讲价值 和讲拘体 那这个呢 就是唐先生着重的 原容二 那至于唐先生着重的分别二呢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 根据唐先生说法呢 是分造主要四个方面 唐先生说的分别二呢 可以主要分造四个方面的 那可以分别叫做下而上 这个也可以叫做中观 爱而内 这也可以叫做横观 前而后 也可以叫做顺观 最后就是原容 这个呢 这个呢 可以说是融合三观 下而上呢 其实指人呢 这个本心 体现到这个世界的真实呢 最后呢 是会由下而上的 上呢 就是超越的一个宇宙的本体 今朝基督教讲呢 就是上帝 或者神 用余式道说呢 就是道 或者天 这些观念 那这个就是由下而上 或者就是中观 那此外如内呢 就是指人呢 就是所面对的对象 那这个不是终极的 对象 反身自成呢 把自己 就是自己的本心 那这个就是 属于外如内 这个属于 横观 那 那最后呢 就是前而后 前而后呢 就是着重的意思呢 就是在 唐先生的学说呢 就是着重一个 价值实践的意思的 因为所谓 前呢 是指理论 后呢 就是指实践 只是有价值的理论 是不足够的 我们还要将价值呢 在现实生活里面 特常生活里面呢 是实践出来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前而后的方向 那这种方向呢 很明显呢 唐先生的意思呢 就是有价值高下之别 由下而上 越来越高 由外如来越来高 又前而后 越来越高 那另外呢 唐先生认为呢 就是 亦都可以对应住 就是最高的 那些的价值呢 就是 世界的四大宗教 比如下而上 去到呢 是超越层面呢 那这个就是 基督教最高 跟着唐先生的说法 或者说 唐先生的用语 就是 耶教是看大的 他用这个用语 那另外呢 外而来呢 最高的就是 佛教 因为去到 本心呢 唐先生认为呢 是着重破相显执 这些方面 那这个呢 就是佛教最盛常的 所以说到呢 就是 唐先生着重呢 就是佛教相大 那最后呢 前而后呢 或者就是顺观呢 就刚才说呢 就是一个价值实践的意思 那价值实践呢 唐先生认为呢 是 瑜伽 或者道家 道家这个很特别 我们稍后再解释 为什么不只是说 瑜伽 同时是说道家 或者我们叫做 瑜伽道教 这个就是 瑜伽两教 重大 这个就是唐先生的说法 除了这三个含义之外呢 最后第四个含义呢 就是 袁容义 袁容义呢 就是 在这里呢 就是指 融合前面讲的 三观而成的 那这个呢 其实主要意思呢 就是说呢 一方面就是 融合天道 和人心 那这个就是上下方面 另外 本体和功夫 或者是 客体和主体等等 比如这些 那这些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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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将头前面讲的 那三种意思呢 最后又融合在一起讲 那这个就是 第四方面的含义 袁容义 好了 那另外呢 就是 知道唐先生有这些说法 就是 心灵 有九景 那就是 分别讲呢 就是 三观 和三景 那 每一 官 每一景呢 再开出三个方面呢 那就成为 所谓 心灵 九景呢 跟着唐先生讲呢 就是有刚才讲的 次序上 是一定的 就是由下而上 是一定的 这个意思 但是呢 唐先生虽然这样讲呢 但是他就不是 执定了 刚才讲的那些方向 一定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唐先生有时候会讲呢 就是 就是 哪一景高呢 有时呢 要视乎 就是不同的 就是那个入路的 所以 虽然呢 一般呢 他就是说 就是 就是 下到上 由内 由外到内 还有呢 是由 前到后 这个呢 价值不断提升 但是呢 其实是 这个是 从高层的角度看的 其实就是 低层可以相反的 低层意思就是 比较着重一些 比如说 驱体啊 经验这些 人的驱体 或者经验这些呢 是我们能够落实价值的方面 那在这个角度说 当然也有很大的重要性 所以 反过来说呢 从下层角度看呢 下层可能的价值呢 更加高的 这个就特别着重呢 就是 我们要实现价值的时候 所以 唐先生的观点呢 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是 很有 就是 流动性 和弹性的 就是不是 将价值 是讲死了 一定是 这些角度 一些一些的 向度 那样 所以这种呢 我认为是一种 多元主义的价值 的入路 所谓多元主义的价值 入路呢 意思是说呢 价值不是限于一种 是可以有很多种 那不同的角度呢 可以看出不同的价值 其实是这个意思 这种 这种 这种多元的 主义的入路呢 我们都不可以理解 成为一种 比如说 所谓相对主义 或者虚无主义 意思是说呢 既然价值都有不同了 那我们呢 对于所谓价值的东西呢 没有一个 所谓普遍性 客观性 唐先生就不是这样看的 他认为是有 不过呢 有得来呢 是要因应不同的观点 和角度 去了解 所以呢 可以形成一种 或者可以叫做 理性的 多元主义的入路 那我们呢 讲过 唐先生 怎样呢 是讲 心灵究竟之后 那我们继续讲一讲 就是唐先生呢 怎样用心灵究竟的观点 他看回世界四大宗教呢 他们的义童 和呢 是回通 看这些问题 就是说 四教的比较和回通 那刚才我们呢 都讲过了 唐先生呢 他讲所谓 心灵究竟的 最上三境 最上三境呢 其实都是涉及到 是我们一般叫做 宗教 就是那些向道的 一般我们呢 是讲宗教的向道的 但是呢 就是 我们又说 他是讲四教 就是怎样有趣呢 就是说 上三境 但是又说 四教 因为呢 唐先生的说法呢 虽然呢 就是上三境 前那两境 是讲单一的宗教 比如一归向一神境呢 是讲耶教 即基督教 跟着呢 就中 跟着呢 就是第八境 可以说 就是上三境 第二境 就是第八境 我发现空境 这是主要讲佛教的 那最后一境 就是 上三境的最后一境 就是天德流行境 天德流行境 就是 名字去讲呢 很多人会想 就是讲瑜伽 那样 但是唐先生呢 其实是没有忽略到道家的 因为他认为后者 跟瑜伽一样呢 是同属于第九境的 就是所谓天德流行呢 就是在唐先生的理解呢 不是限于瑜伽观点 他认为呢 其实道家都可以看成呢 是天德流行的 那些讲法呢 我们细致呢 就会去到 就是最后 我们这个专辑呢 就是讲到 心灵存在至心灵境界 那麽著述的宗教作观点的时候呢 我们才再详细讨论 就是 余和道呢 唐先生去进一步 怎样去区分 那所以呢 就是所谓三境呢 其实就配合四教的 就是第三境呢 是同时讲余教和道教 所以三境呢 对应的宗教呢 就是四大教 不是就是三教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进一步讲呢 根据唐山心灵究竟的学说呢 四教的儿童在哪里 我们再一步讲 根据唐山讲法呢 四教共通处 我们讲一讲 四教共通处 四教共通处呢 就是跟回心灵究竟的学说呢 它们都是属于超主客观景的 意思就是说呢 不只是讲一般我们理解的客体 就是说一般经验的对象 也都不是讲一般讲的主体 或者一般讲的经验主体 讲人 因为呢 所谓 就是 上三境呢 已经是超越一般讲的物 或者叫客体 和一般讲的人 或者我们叫主体 是去到一种超越层面的实体 那唐山在这里呢 可以说是吐视一种宗教 四教平等的观点 四教平等的观点 就是呢 他认为呢 四教其实本质来讲 都是讲着超主客观景的 就是超越主体和客体的 一个超越的层面 这个超越层面呢 唐山认为呢 无论是一般所谓的有神论也好 无神论也好 是不重要的 就是所谓人家神 或者是非人格的一个道体 就是一般之外 可能看到呢 是有本质上的区分 但是唐山认为呢 其实呢 是不重要的 这个区分 就是呢 大家都是超越的层面 都是讲着最高的价值 的根源等等 所以呢 就是名称有不同 特质内涵是一样的 名称不同呢 就是譬如说 儒家道家呢 叫做天 或者叫道等等 佛教呢 叫做真如 或者如内藏 等等 那去到基督教呢 叫做完全者 無限者 或者叫神 等等 那些是称为不同 但是内涵呢 都是讲超越主体和客体的 超越的层面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四教共通的地方 那这个共通的地方呢 就是就着 就是 就是 宇宙本体方面讲 那 那内在于 价值 主体方面呢 那 唐山认为呢 四教也都可以 从心去讲的 那这个也都是 一开始呢 我们提过 就无论什么教也好呢 最后的基础呢 在人的本心那里 那这也都是呢 就是那个 就是 就是 那个名称不同 就是内涵一样的 但是这个本心呢 就不是 就是一般讲的主体的意思 这个呢 本心呢 提升到一个呢 是超越 一般讲的客体 和主体的意思 但是相对于 刚才讲呢 天道啊 神啊 这些呢 就是比较着重一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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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边讲的呢 就是 着重 内在意义 不同的名称呢 唐山认为呢 比如 儒家 道家 可以叫做 本心 本性 佛教可以叫做 佛心 佛性 基督教呢 都可以叫做 天心 神性 就是 如果我们 相对于 四教呢 可以是 有这样的叫法 那这个就是 四教 主要差异的地方呢 那唐山呢 是进一步 就讨论的啊 首先呢 他从三观的角度呢 去讲四教的不同 那唐山认为呢 基督教呢 是依中观而开出的 的呢 基督教呢 它是直接 由下层的 客观景 和主观景呢 是 直接进入 超主客观景的 那这个呢 最后呢 就是开出超越的 上帝的信仰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基督教 从中观开出的意思 好了 至于佛教呢 唐山认为呢 是依樊观而开出的 是一种间接的方式 是经由呢 人 破除了下层的 习观性 和呢 主观性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 荡上去执这些 那就最后 把一个超越的 真如 或者如来藏的层面 那这个呢 就是佛教那方面 最后 余教 或者包括道家方面 或者余教 道教方面呢 那就是 依顺观而开出的 那这个就是 融和了直接 和间接 两种入路 那能够呢 是最后把超越的 天道 和本心 将两者是融通 那所以呢 在这个二十讲呢 就是 儒家是比较圆融的 就是将前面那两景呢 就是是中观 还观呢 那就是 用顺观去综合 或者统合 不过呢 就是唐山强调呢 虽然呢 入路是不同 四教入路不同 但是把一个形象实体呢 可以说是 同一的 所以呢 可以说是殊同同归的 那这个就是 就住三观方面讲 那 主要就住 就是 三景方面讲 三观就是就住能观 三景就住所观方面讲 那圆融地说呢 就是四教都有它的 看上和用 因为都是一心呢 我们的本心呢 感通而建立的 那就是分别地说呢 三者也都有分别的 那就是四教分别呢 对于看 对于上 对于用呢 是各有质重 当然这个呢 唐山以为就是质重 不是说 看上用呢 有本质的不同 或者本质的对立 那这个呢 就是 重点不同呢 就是耶教呢 是比较着重呢 是了解 就是 超越的上帝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 体大方面 就是了解宇宙的本体 对于佛教呢 就是用一种间接方式 刚才说 基督教就是一种间接方式 间接方式就是 破除下层的 主页体的那种执着 而达到超越的 真常心的境界 或者去到真如的境界 那这个入路呢 就是强调价值 主体方面的 那所以这个呢 是上大 那最后 余道两教呢 是融合直接 和间接 两种入路 是通过价值的实现呢 去达至超越的天道 和内在的 本心的融通 那这个呢 就是着重在实现方面呢 就是融大 那这个呢 就是从 三景方面呢 去分别四教 好了 除了从三观 三景去分别之外呢 唐先生进一步呢 亦都从人性 或者生命的 教法的角度呢 去分别的 所以唐先生呢 其实是讲得很 很详细的 就是 所谓 上三景 或者对应着的四教 那从不同的 一些方面呢 作出一些不同的区分 那最后呢 就是从 就是人性 和生命的教法呢 去区分的 那这个呢 唐先生的意思是这样的 他认为呢 就是如果从 神性 或者生命 或者叫内在的主体的角度呢 四教可以进一步去加以区分 那四教里面呢 唯有 余教 和道教 是从正面的角度呢 去看人性的 那从余家讲的就很清楚了 就是人的善性 四端这些 这些很正面去讲的 那至于道教呢 或者道家呢 那因为呢 就是都强调就是 有所谓 道心 或者所谓 原志这些 那些都是比较正面呢 去讲的 那这个就是 就是第四 第九景 天德流合景 那就是正面讲 人性 或者生命的 那这个也都呢 唐先生叫做呢 是人性的第一意 或者根本意 那所谓人性呢 最根本是这种意思 好了 主要耶和佛二教呢 唐先生认为呢 就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人性的 那这个呢 就是 用基督教讲呢 就是罪恶 用佛教讲就是无名 那唐先生认为呢 讲罪恶 或者讲无名呢 其实就是 讲人性的第二意 或者派生意 那就是最根本呢 不是这些 最根本都是呢 是人的善性 或者是 道心这些 那但是呢 破除了人的罪恶 和无名呢 其实最后呢 都可以达至上 人的善性 或者人的道心 所以呢 四教呢 其实就是正面 反面 讲人性 或者讲生命 有不同的而已 不是真的有根本对立 好了 就是 这个呢 就是就着人性 或者生命讲了 如果就着相关的教法呢 就是 唐先生呢 进一步呢 是作出以下的说明 他认为呢 就是 四教呢 他的教法 是针对不同的主体 那这个呢 用佛教来说呢 就是所谓 对基斯教 针对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一种教法 那 唐先生认为呢 就是 耶教针对的 主要是一些智慧不足的人 那用佛教的用语讲呢 就是下等根器 或者顿根之人 比如这些 那些人呢 跟着教教说呢 就是 自大自满 罪业深重 也是 寻陷在苦难之中 无法自拔的 那这些人呢 最需要 靠上帝 去解救他们 或者叫救赎他们 那这个就是 耶教 好了 主于佛教呢 唐先生认为呢 是针对智慧 是稍为高一些的人 那如果用佛教来说呢 是中等根器的人 就不是刚才说 耶教着重的下等根器了 它是中等根器了 它是中等根器 那因为呢 中等根器的人呢 也都有很多的执象 那所以呢 就是 破除他们的执象 令他们呢 是回复回 原来清静的 那个本心 那这个呢 就是佛教所着重的 好了 最后呢 就是 余教 和道教 唐先生认为呢 那这些教法呢 是对应最高的智慧的人 或者相反来说 就是 或者用佛教说法呢 就是根器 最上等的 那些人 那些人 因为呢 直接肯定他们的 有价值的本心 这个呢 就是正面 它实现人的价值 和意见 那这个就是呢 就是四教分别对应着呢 三种不同 就是等级的 的主体 或者人的教法 唐先生虽然呢 分三个陈级 但是唐先生呢 意思呢 不是说 是 捧 余教 和道教 是贬益 佛教 和基督教 它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觉得呢 四教呢 其实因为是对基斯教 所以其实各有各的优点 就是各各的优点 比如呢 就是基督教 和佛教 二教 唐先生认为呢 就是对峙有罪恶 和有执障的人 就好像呢 就是一个行医的人呢 去医治患病的人 那这种教法呢 唐先生叫做 非常处便之教 那主于瑜伽 道家 那这些教法呢 是对于正常的人 就是呢 没有病痛的 正常的人 就是做一个健康的指导 就好像呢 用饮食去滋补人的身体 那样 那这种教法呢 唐先生叫做 安上储信之教 所以从教法上去看也好 或者从之前讲的 从人性 生命 各路看 或者从三观三景 等等各路看 呢 四教不是互相排斥 而是相知为用 或者叫做相互相情 那这种呢 就是唐先生的观点呢 刚才可以说呢 可以说是一种 四教平等观 四教其实没有高下之别的 有都是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不是一定的 那这个就是呢 就是唐先生对于四教的 那种的 可以叫做分判 或者佛教的用语讲呢 是对于四教的判教 最后呢 我简单讲一讲呢 唐先生的心灵九景说 和四教互通说呢 是一些的贡献和限制 那这个简单讲讲我自己的看法 那在这个专辑 这个节目专辑后面部分呢 我们还会再详细去讨论的 那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这个主要讲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唐先生的心灵九景说 和四教互通说呢 如果讲优点或者贡献 那主要呢 我觉得是有两点的 第一点呢 就是系统云大 就是唐先生的说法呢 可以说是属于佛教讲的判教 但是比佛教讲的判教呢 很明显唐先生的心灵九景说呢 是 是 是宽阔很多的 佛教的判教呢 就是判自己佛教内部的中派 他是没有判到佛教以外的中派的 但是唐先生的心灵九景说呢 是能够判涉 所有大的宗教 或者我们叫四教 另外呢 比如对应着 克格尔的辩证法体系 克格尔的辩证法体系呢 也是很云大的 也不限于宗教 不过呢 克格尔的辩证法体系呢 虽然很云大 但是很多时候呢 都是以西方文化 西方哲学为中心的 那就不及得呢 唐先生呢 他是平时 中、印、西 三大文化和作的体系 所以在规模上高呢 甚至比克格尔辩证法的体系呢 是更进一步的 那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说 唐先生的心灵九景说 和四教会通说呢 是系统文大 第二点呢 就是兼容并包 那这个呢 就是和刚才我一直说的呢 所谓的四教平等观呢 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的 因为呢 通常呢 就是 不同的宗教的人 看其他宗教呢 很多时候呢 都会用一种呢 就是 为我独尊的态度的 通常呢 就是将自己的宗教 看得最高 其他宗教呢 是看得有所不及 或者再等而下之呢 就是 自己的宗教呢 才叫做正教 其他的宗教呢 叫做邪教 或者叫做异端 那些很明显呢 就是 对于其他宗教呢 是有排斥性的 那如果看回唐先生 刚才说过他的 心灵九景说 和四教会通说呢 很明显就是一种呢 四教平等的观点的 因为呢 刚才说过呢 他说出四教有共通 有不同的地方 比如有体相容的不同 有人性生命方面的不同 甚至有教法方面的不同 但是这些不同呢 最终都可以由 圆融为一的 有共通的地方的 就着圆融为一 共通的地方说呢 四教是平等 无分高下的 那这种兼容并包的宗教观 那这种智学观呢 那我觉得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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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对于各大宗教 各大智学 是兼容并包 那这些呢 就是都是 唐先生的 心灵九景说 和四教会通说的优点 那我们最后讲一讲呢 就是 唐先生的观点的限制 那我个人觉得呢 主要的限制呢 其实是 就是 有以下这些方面的 比如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因为要就他讲佛教的 三观 三景 或者克格尔讲的 正反合 变成他讲到各大宗教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 削足求理 或者穿着附会的 一些地方 比如呢 刚才讲过呢 上三景 理论上呢 只是讲三教 但是问题呢 他要同时讲四教 那变成呢 他将余教和道教呢 放在最高的天德流行境 都是这样讲呢 就着余和道的共通处讲 非常不可 但是问题 余和道始终有 他们两教本身的不同 但是在唐先生的 就是 最上的第九景那里呢 就似乎呢 是很难呢 就是将两教不同的地方呢 讲清楚 那这个呢 是其中一个限制 因为太过要遷就呢 讲三观三景 和正反合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了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 当唐先生 譬如分别用看大 上大 用大 去分配四教的时候 那这个呢 判教呢 其实都有片如不存的地方 譬如讲到 体大 体大呢 当某个人呢 你说基督教呢 他讲形上的实体 体是大 那样 或者比较突出 或者比较优性 那当然可以讲了 但是体也都 我们可以了解 做有主体 这些意思 或者我们叫做 内在意的 体的意思 那这方面呢 其实基督教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 或者有不少学者觉得呢 是不及得 遇到佛三教的 那所以呢 正是讲到 耶教是体大呢 那变成了 未必是 会讲清楚 其他的 三教呢 他们在体方面 也都有丘性地方 这个是其中一方面 第一方面呢 就是从相方面讲了 上方面呢 唐先生就说 佛教是 上大 那这个我解释过呢 就是 指佛教呢 是能够破除 价值主体的执着 这个是他的圣意 那问题呢 就是 破除执着 是佛教的圣详 但是 灭绝 罪恶 和呢 是实现人的正面价值 那这些方面呢 就不及得 基督教 和 余道两教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正是说 佛教是上大呢 那可能呢 就是 未必会讲清楚 就是 余道二教 和基督教呢 是在 就是 某些方面 正面 讲价值主体呢 優盛的地方 那最后呢 讲 用的那方面 啊 唐先生呢 讲到呢 瑜伽 道家 就是能够正面建立 价值的主体 那这个呢 就是 尽重讲实浅 那这个 这个国律体呢 就是 就是 余道两教呢 是 用大 那 那问题呢 就是这样讲 价值实践呢 也都是 不够全面的 就是 价值实践 除了正面方面 或者我们叫做 唯善方面 也都可以讲反面方面 去恶方面的 包括去除人的罪恶 和人的執着 这些 如果就主要讲呢 余教 道教 是不及耶教 和佛教的 那所以 正是讲 余教 道教是 用大呢 那有可能 有一些这样的 就是 不足之处 好了 虽然呢 唐先生 就是他的 心灵九经说 和四教会通说呢 有我们前面讲的 一些限制 但是 整体来讲呢 其实 他的观点呢 是 可以说 下不冤遇 因为他的优点呢 是明显是 远多于 他的缺点的 特别我们 相对于 其他 类似的 一些判教体系 比如 佛教 判教 就是限于佛教内部 或者 黑格尔 他说的 辩证法的 体系 就是在西方文化 和西方思想方面 但是 唐君泰山的 真灵九经说 和四教会通说呢 是包罗 就是 各大的宗教 也都包括 包括 中国 印度 西方 各大的文化 和西方的体系 那 就着规模 方面呢 肯定是 更加优成的 那些都是 唐先生 学说的 的贡献 ok 那我们 今天 这个 今集的节目呢 我们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下一集呢 正式开始 是 依照唐先生的 著述 就他的著述 去说出 他的宗教 治学的观点 ok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这一集到此为止 ok 拜拜 拜拜